各位旅会嘉宾 基隆市104年度空气污染无发事件 紧急应变救灾演练正式开始 104年11月9日下午2点10分 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协和发电厂 油潮因地震破损 造成柴油外泄并引发火警 104年11月9日下午2点10分 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协和发电厂 因地震破损造成柴油外泄并引发火警 事故发生后 台店两名工人盘查发现储槽破损且有柴油外泄引发火警 立即通知厂方人员 由于一名工人于过程中因高温造成烧烫伤 且吸入部分浓烟 感到身体不适 协同工人立即带领离开火源并通报公司火灾发生 厂方人员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其编制主要为抢救组、修护组、资源组及通报组 此时通报组人员第一时间通知消防局及环保局 并以广播方式通知厂内工作人员进行疏散作业 资源组则立即进行设置封锁线及布置水线洒水 抢救组则携带灭火器进行灭火作业 洒水动作非直接针对火源进行灭火动作 而是利用水雾降低空气中柴油之蒸气 以免发生爆炸 此外管制组负责进入封锁线之人员姓名及进出时间 维护组则准备维修器材待火势敷面后进行纸肉及维修作业 目前大家看到进入了事故现场 佐西级防御议的人员均一两名以上为一组单位 除了能够互相协助资源现场工作 亦可避免单一人员因无法状况造成无法行动这情况 而违害其生命安全 这时环保局机察员抵达现场后 立即与台链协和发电厂之紧急应变小组带队官了解现场就在行情后 以PID及风向计量测浓度及风向 并架设不锈钢瓶进行采样 经以PID量测后发现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为0 风向围东北风 但由于现场温度较高且附近有中山、高中、经国管理学院等30人以上的学校 机察员立即回报环保局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并指派环保局局长为总指挥官 通告跟割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从时间环保局立即通知读灾咨询中心请求资源 并上网写写重大污染事件通报单 并通知其他单位协助处理 这时与台电协和发电厂较近的中山分队消防车及救护车连引打现场 消防局人员与台电协和发电厂及警察员了解事故现场状况后 立即通知水线至通锁线协助杀水 此外救护人员将烧框上的工人来上单架 并送至最新的治疗院所进行指标 此时安局被改造了现场与厂方大轮口实施现场安全文部及交通管事 了解现场状况后随即成立现场指挥所 现场指挥所指挥中心设于上风处 在台电协和发电厂紧经应变小组及消防局的抢救下 现场火势已扑灭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北区环境事故专业事故技术小组 也抵达现场 当环境障碍发生时应变队在接获通报后 立即出勤执行环境应变监测采样与协助环保局监督环境后续护员工作 事故小组抵达现场后前往指挥所报告所携带的监测设备 包括热影像机及无用气体侦测机 并着吸其防护衣与风锁线测量可燃性气体浓度并回报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台电维修组与火势护灭后 携带相关工具进行指头及维修作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台电的停电商务 依据预期表示想要完成 这时我们可以去小组市无尊业技术小组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台电行动发电商务的 台号部员小组 也会在新无和于老屋 保持人家新后的远接集后制的回收 并第一位新无个性分类处理 外上的故事中 一台电行动发电商务的射凝膏污水 于是海电串宠带水 可新有预算方向流污污水处理 行行处理 此外外外宝宝居珍急欧清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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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